上赛季CBA结束已经翻半月,各支球队集选也近两个月,当然了,赛季结束后让球迷最大惊喜的就是很多球队已经更换了主教练,很多球队新的主帅也是早早就到位。 球队跟换主教练目的,是为了球队能有一个全新面貌,争取下赛季取得更好的成绩,不过,对于广东队而言,确实让人感觉到有点不一样,表现非常的大定,因为球队球员现在已经积蓄了近两个月,但球队主教练到底是谁,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说法。 上赛季广东队总经理朱芳宇,请回了他的老父亲尤纳斯,帮助广东队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,这个成绩也使广东队老板、总经理、球员都还比较满意。 但,对于下赛季,广东队还会不会重新启用尤纳斯? 朱芳宇总经理的说法,是还要与老板和球员商量之后再做决定。 可是现在商量了近三个月,却还没有下文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难产了。 现在已是七月份,DCBA开赛也就剩下三个多月的时间,如果早点定下主教练之人,那么,对球队的战术训练将会有更好的帮助。 最起码每一个球员都会通过训练熟悉教练的战术布置,现在真不知道朱总在等什么,上个月广东队已经宣布原北京队攻城莫里斯加盟,即将会和易建联形成内线双塔,使广东队内线实力大增。 这也说明,总经理朱方玉还是想在易建联当打之年,再拿一二个CBA总冠军,那么,接下来朱方玉还会有什么大动作呢? 大家也只有期待着了,希望他会给广东球迷一个惊喜吧。